好了兄弟们 新法系黑白来了 好耀眼啊 任何装备段数等级大于15级 帽子常规东西 腰带 十五段馄饨绍 鞋子有亮点 现在大家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不就是特效吗 对不对 有的人特效 有的人神农 有的特效神农 我们预导的特效有狩猎 什么叫狩猎 对方召唤时候参战时 有5%的几率 被我方法系抓获 罗汉特效鞋 谁说大特技的鞋子 没有特效的 有 衣服的话 是那件衣服 是那件衣服 双加很高 熔炼欠缺一点的光辉衣服 我操这武器啥时候买的 我操你多了一个特技啊 黑白 这武器是给遇到的惊喜 这武器很强 特技武器强于神用 他四特技 光辉 凝质 精青 罗汉 女拔 女拔 项链的话 大家可以 我操 你是几特技啊 你腰带换个分动特技的吧 要不 项链还带个碎甲 项链还带个碎甲 三百三十六 三百三十六 再加上一个十五 加上十五 三百五十一 减去九十六 出零 二百五十五 法术 暴击几率 加一点一五 一点一五 兑换成法商 等于相当于 二百七十多 出使零的项链 零是二十八 三十五 三十三 零是三十三 四十一 四十一 下牌的暴的多 戒指呢 是七法商啊 十六 加十啊 十六加十 硬件的话 跟腰总的时代来比呢 肯定是有提升的啊 提升是肯定有提升的 首先项链 提升 衣服的话是一样的 两号 当时用的是一个衣服 帽子一样 武器的话是一个大提升 啊 鞋子啥子都一样 左边灵是腰总 当时用的九段 现在是十段 不知道啥时候打的 太舍卵 ic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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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